在香格里拉峰会之前 美国就公布了 他觉得说 你看看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都是中国的不对 美国公布 他说是解放军机 拦截美国军机 然后的一个危险画面 当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来红圈处我们看到了 中国歼16 在5月26号的时候 去拦截美国空军的RCE-35战机 做出没有必要的挑衅行动 美国认为解放军在挑衅 那当时候解放军的飞行员 怎么了呢 他就飞到了美国军机的机头 然后呢迫使这个美国军机 要飞过他的尾流踹流 针对这一点 那解放军这样子有错吗 那美国军机为什么来呢 据说他其实非常的靠近 中国大陆的一个岛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蔡委员 你先帮我们评论一下 美国的侦察机 是这个RCE-35 是非常靠近西沙群岛最大岛的 永兴岛的50公里边缘左右 要抵近侦察 美国人的说法说 我叫抵近侦察 我靠近一点 看清楚一点 尽量看清楚一点 可是你抵近侦察 这个解放军也可以抵近检查 我怎么知道你来干什么 如果说解放军要装傻 RCE-35就C-135 C-135就可以做运输机 也可以做轰炸机 我怎么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 比如说我鬼鬼祟祟的 跑到帅家人军家的围墙外面 窥探窥探 那围帅家人军一看 外面有黑影重重 拿个棍子跑出来 我是抵近侦察 他是抵近检查 没有 我开枪打 开枪打 这个有军人的风格 风格很彪悍 所以这个双方面的 都在国际法刚好一个空白的地方 国际法只有规定自由航行 但是最原始的定义 什么叫自由航行 就是哎呀这个帅上京 家里我只用这条马路 本路没地方快速可以通过 所以我只能快速通过 而且应该是安安静静的 就这样过去吧 对啊对啊对 国际法的自由航行的 标准定义是这样 但是美国把它拿来说 我自由航行 可是我要架个望远镜 往人家家里面偷看 对不对 那这个会 可是国际法上也没有规定 不可以 但是也没有说可以 刚好是一个空白地带 那一样的道理 我解放军出来检查检查 你到底在干什么 有没有什么足够的威胁的行动 或者损坏 那这个是什么 也是国际法容许的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拿来炒作 是美国想要做宣传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 你美国侦察机 来我家门口 来侦察是一次吗 是一次吗 不是啊 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 5月1号到5月31号 总共来46次 这一天到晚啊 一个月都不止 就一天超过一次啊 不过已经比4月份少了很多了 所以你就知道 已经来了46次了 而且46次都是在南海附近 都靠近西沙群岛啊等等的 就是中国大陆所掌控的岛屿的附近 总共46次 这是南海感知所发表的统计数字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 可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要什么呀 他掩饰太平 他说美方军机在国际空域 那是国际空域是没有错啊 应该前面加一个 美方军机在极为靠近 中国海岛的国际空域 执行什么 执行每个月46次的 抵近侦察亏损任务 这就很清楚了 那后面他说中方飞行员 采取了非常靠近飞机 不是危险行动 采取了非常靠近 我鬼鬼祟祟飞机的 抵近检查行动 那后面什么 不是最危险的事情 最不堪的事情是 美军侦察机竟然害怕 我的尾流喘过 造成大家的误解 布林肯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这翻译就对了 对但是等一下重点哦 他是军机耶 他也不是民航机 今天如果是一个美国的 一般的民航机飞过去 那解放军出来干扰 而且弄个揣流过去 那是解放军不对 我们很公平的讲 因为民航机有国际民航 民航法的保护 这是一个很确定的 任何军机都不可以干扰民航机 不管任何状况都不可以 只要你确定这个是民航机 可是民航机一定会 预先通告我的航线啊等等啊 不会忽然之间跑来的啦 对 那你军机的话 人家一个揣流 你就觉得害怕 就觉得危险 那你还是军人吗 简单讲就是 你还是构客的飞行员吗 所以我是觉得 美军自曝其短 这这种反而 让人家看笑话 但我觉得解放军 还没有表现你的实力 应该什么 学习巴伦之海手术刀 因为当时挪威空军 有一个侦察机 也飞到了巴伦之海 巴伦之海 基本上是离俄罗斯的 那是叫苏联的领土 还有点距离 不像这50公里 人家苏联的战斗机 起来了又绕个两项 你不转向的话 就直接飞过你的机翼底下 在你的引擎上面 划上一刀 用尾翼划上一刀 那个叫巴伦之海手术刀 你不要以为解放军不行 当时那个巴伦之海手术刀 用的飞机 好像是尖27 好像是尖27 现在解放军 那个苏凯27 这边尖16是比苏凯 是等于苏凯35 所以我是觉得 解放军 下一次表现一下 这个我们要问帅当军了 我先讲一下 解放军南部战区的 新闻发言人张南东 他怎么看呢 好中方说话了 他说呢 解放军 其实海军17舰的编队 5月26号在南海 进行例行的训练 什么叫做17舰的编队呢 其实就是 弦号17的 山东舰航母啦 那编队呢 从南海穿越 台湾海峡 向北航行 好那再来呢 美军的 RCE-135的侦察机就蓄意闯入我训练区 实施侦察干扰 所以呢 现在处置中方就一规定 全程跟踪 然后呢 操作专业规范 他认为呢 美方的行径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而且相关的报道的罔顾事实 完全是恶人先告状 而且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 然后妄图混淆国际市庭 将军您怎么看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这不是自由航行的问题 任何军事演习都不容许人家到旁边来归探 这个归探不只是来看 你所有演习里面的指挥链 指挥通信 参数了 密码了 通通被这个侦察机去收录 这就妨碍我演习 所以演习的区域都会公告 那你要刻意进来的话 那当然要驱离 驱离我相信一定经过通话 通话你不理嘛 你还在那里走 他当然要做一些比较有威胁性的行动 比如说从他飞机头前面掠过 掠过的时候 这个喷射机后面很大的一个涡轮 就会影响到RC-135的平衡性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比那个巴伦之刀还要减轻多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美国就借着各种借口来挑衅 就是说你违规 事实上海上航行自由 你是军舰的话 炮衣都不能脱掉的 表示说我没有无害通过 那所以自由航行也有它的限度的 你不能却穿越人家的领海 你不能够要舞阳威的把火炮飞弹就漏出来 那敌人就会误判了 所以你飞行也是一样 飞行 你假如这边没有演习 你随便飞吧 没人理你了 但是每个国家都画了有情报识别区 情报识别区就是说 不管你任何飞机过来 你有义务向我报告 比如说因为天上有很多叫checkpoint 就是说这个检查点 民航机通过这个检查点 就要向当地这个情报识别区的主代国家 要发出我是某某班航班 我的航高多少我要经过 这种英文叫做cordisk call 礼貌性的一个电话 这是国际上大家遵循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军机来 你不还好意 你来了这么多次 四十几次我只回应你 是已经够容忍的了 所以这个问题 你要讲我们国际上的一个惯例来讲 美国自己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可以不停地在那里 归探收集情报呢 我跟你讲 我们台湾的九棚基地 要发射飞弹测试的时候 各国的情报船都在这边收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遵照一个 彼此尊重的一个国际惯例 它不一定有法律规律那么严 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擦枪走火 所以上一次那个 大陆那个新王的飞行员 撞那个P3C 就造成很大一个事件了 那这一次只是说 美国自己做这种不当的行为在前 而且高达那么多次 所以讲起来我们很公平地讲 美国是借机挑事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势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分力量